转基因这个话题 在中国 一直很热 大家近几年 比较集中的都是在 探讨转基因食品 是否安全 正反两方 都大量的举证 民众呢 在讨论的过程中 内场也很鲜明 其实转基因这个东西 它没有什么可以神秘的 现实生活中 我们发现了很多 自然界 它一直在做的这些工作 很多新的物种 它本来就是 转基因的产物 那么自然界它已经做了 成千上万年 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观赏 一些两种狗 包括一些新奇的素菜 它都是转基因的结果 这个话题一点都不报答上 即便如此 半年来我一直在考虑 最后呢 我觉得这个东西它绕不开 学长还是要说一下 在中国我们现在争议最大的 是转基因食品 是否安全 如果不安全 我们怎么办 我们知道这个农业部 发布了很多通告 他们为中国人决定 转基因食品 它就是安全 它以国家信用来为他们背书 在科学界 还没有获得一致的认定之间 农业部就带我们做主 为什么呢 因为在中间 涉及到领导的意图 以及切身的利益 从已知的消息上来看 转基因这个东西 它被引入中国 主要的推手 是邓兰 邓氏家族 近三十年来 一直在做着 红色家族 经商的这么一个先例 很多人以前只注意到 邓朴方作为一个残疾人 他无法从政 那么他在商业上 获得一些利益 作为对他的一个补偿 那么许多人都是 默认了这一点 除了大康华小康华 当年曾经过分地介入了 国民经济 影响到了政府政策的运转 受到了一次制约 那么绝大多数情况下 即便他们在彩票 这个游戏中 搞一些猫利 贪个几千亿人民币 都没有获得 社会的重视 那么转基因这一块 就不一样 因为他牵扯到的人 太多了 但是家族呢 他要挣大钱 那么农业部的官员 他们要安排子女的留学 在海外的就业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 很奇妙的这些事情 不管转基因食品 是不是安全 从国家这个层面 他们已经用行政策断 来引进了 大量的转基因 推广到去 包括我们现在进口的大豆 可以说95%以上 有的国家 它是100% 都是转基因的产品 大豆呢 平常我们接触不到 提到大豆好像是 国际贸易的一个大宗物资 那么实际上呢 我们天天都能接触到 即便你不喝豆浆 你每天做菜 是要用油的 现在的这些压榨油 它都是大豆生产 能买得起因素油 买得起改善油的 这种家庭 在中国很少 你至多也就是用一些 培花纸油 花生油 就不得了 那么作为市民厨房 你最常用的 它其实都是大豆压榨的 这些用 来进入百姓的产州 肿瘤呢 现在高发 各式各样奇怪的病症 包括这个 无法生育 不孕不育的 这些医院 全国开发 我们不能单独的指出 它都是因为 转基因产品造成 那也可能有空气污染 水资源的污染 这个东西你说不清 李克强政府 已经明确的提出 要把医疗 作为一个国民经济的 支柱产业来发展 中国的这个 医疗部门 每年公布的这个 4月捐献器官的人数 大概也就是几千米 那么全国范围内 发生的器官移植 保守一点 估计已经是几万年 这都是公开的资料 都是新华社的通告 甚至有一些 极端的做法 你比如说换个心脏 或者说肝脏移植 中国比较常见的肝脏移植呢 是全肝移植 这个和国际通勤的方案 是不一样 大多数国家是半肝移植 或者说更好一点的是 四分之一 就是切除25%的肝脏 那么这种移植 其实它是可以保全 器官捐赠人的性 心脏呢就更不用弹了 你就一颗心 你死不了一万遍 当人体的这些 主要器官被移植的过程 捐赠人的 生命 它就终结了 这就是事实 一个人吃了短基因 会不会得病 会不会得肿瘤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一点 因为恶性疾病 或者说一些很奇妙的 其他原因啊 那个东西没办法深究 那么导致你生命终结了 你的心肝肺呢 它还是有作用 尤其是年轻人 他们在器官移植的这个市场 占的份量相当大 我们知道 最近在十几年以来 各式各样的恶性疾病 它的这个发病年龄 呈现出一股年轻化 全国的这个医疗产业 现在在野蛮生长 转经的这个东西呢 它引发了很多问题 很多转经的种 它的退化率很高 也就意味着 农民无法获得自己的种 必须得 每年 向这些提供种子的 种子公司去购买 我们知道 涉及到这个转经的种子 大多数情况下 都是由外伤控制的 那么农业也就受制于人了 农田在 过度使用化肥农药的情况下 土地被污染 重金属沉积 土地板结的问题 也已经越来越明显 转经对中国呢 确实起到了很大的影响 但是你没有办法 去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从本质上来说 地球的产数 它根本就 无法去应对 人口的暴涨 地球还是这么大 几十年前 全球不过二十亿 现在 七十亿都打不住 没有转经 没有 没有 高产的 龙作物 地球早就 养不活 这么多人 那么通过 自然界的 产生 无法去解决 七十亿人 温饱的问题 高效 融业 转基因 产品 它就不可逼命 我们明知道 它是引咎 止渴 但是我们现在 不得不面对 这个问题 说转基因产品 对人体 有害 说它有害 导致了 疾病 都回避不了 这个问题 转基因的产品 越来越多 人们的选择 越来越有限 或者说 你是没得选 甚至标注了 农产品 是不是 还有转基因 在大多数国家 都不是那么重要 再怎么有害 你总得让人活着吧 人权最重要的 一个基点 是人的生存 我们不知道 未来 能不能解决 土地产出 与人口增长 这个关系 在解决不了之前 转基因产品 只将继续 行销全球 无论你对它的观感如何 它是现实 它是一种 无敌的存在 最后一对的 1 3 3 7 3